台湾银行上海分行 睽違60年 今天重返上海 举行盛大的开业接牌仪式 未来更渴望担当两岸货币清算行的重要角色 加上6月底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也已经开业了 两岸准清算行纷纷准备就绪 也宣告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建立的脚步更加逼近了 记者中介荣 王晴宇 来自上海的报道 热闹的五龙五十开场 亏为60年台湾银行终于重返上海 掌声中的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盛大起步 接牌仪式董事长张秀莲亲自到场 筹备9年终于开业 虽然碍于规定初期只能办理外汇业务 开业一年获利后才能承办人民币业务 先生你好 我想换人民币 不好意思 我们在乎还不能做人民币业务 我们是做外汇业务 但面对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紧锣密鼓洽谈当中 央行总裁彭怀南曾公开表示 会想办法解决假诉放行 台湾银行董事长张秀莲 对争取单纲清算行角色更是信心满满 对这方面的业务的话 我们过去的经验很丰富 那也是等于相关的技术都很成熟 强调有意愿也有经验 虽然竞争对手还有抢先登陆了 赵丰银行苏州分行 但台银西进第一步 已经象征两岸货币清算协议 万事俱备只欠最后排版定案 中期的中军王金玉 上海在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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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截云